啊我觉得台湾人为了花小 呃成小钱花大钱对啊 呃我有一个朋友 你是在讽刺GiGi的老公吗 哈哈哈哈 不是 呃有一次我朋友问我他 我要不要陪他去呃 租一个很大的车子 因为他们家人需要 所以我以为他们要去旅游 所以我很认真做功课 我在家里 我在网路上教一些 比较好的车子啊 跑车啊 BMWX啊什么的 然后第二天我们到了 那个租车子的地方 他要租一个很大的 蓝色的很旧的面包车 哦 like they're delicate 我说你们到底要去哪里玩 他说不需要玩啊 他们要去shopping 蛤 去shopping吗 他们说因为Costco有折扣 卫生纸 所以他们怕东西放不下去 他们的车子 还可以租车啊 所以他们租车子 驾驶车啦 太夸张了 这太夸张了 怎么会这样 为了搬卫生纸的租车啊 卫生纸一包是可以省多 那他租车花了多少钱 租车两万八 两千三千吧 大概两千多三千块 但是占业不划算耶 不划算 算都不划算 我的朋友也跟他一样 台湾人是不是很喜欢租车去买东西 上个月Costco不是有卖那个Nike的鞋子吗 然后原价是三千多 然后他整个是一七 两千八 那边卖一千八 一千 你都有在关京十四耶 没有 我也是看报纸的 可是当报纸 可是你妈妈又去排队了 没有 对 他排别的 不是 他每次都是卖完了新闻才出来 对 你知道吗 然后我的朋友一样 他就是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就是去问客服员什么时候买 然后是24号 24号他就去租的那一台车 因为他要去扫货 然后他可能是要 我不知道他可能是带货 还是什么之类的 他就叫我陪他 因为他要搬那个货 他一个人不行 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 然后去到现场呢 车子就已经很多了 早上的时候十点 然后开门之后 大家就往那个鞋子那边冲 但我们以为货很多 但我们就走 因为他其实只有几十双了 他没有很多货 对 然后结果就白白浪费了租车的钱 真的 租车去买东西玩 租车去买鞋子 这个你要买几双 可是我身边真的有朋友是这样 而且他除了租车之外 他最后他怕他一个人搬不动 然后还要找朋友很麻烦 我说那你这样有省到钱吗 他说我这个推车以后 我只要去抢货的时候 我都可以用这个推车 所以是划算的了 到底怎么算的 在想什么 我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我自己也搞不懂 因为我个人是没有很爱排队 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会受到身边的人 朋友 前段子不是三月份白色情人节吗 然后我一早起床 我的那个亲戚就传给我说 今天在某一个那个超市 有一个知名的冰淇淋 然后一盒子要一百多 那很便宜耶 你说那个很有名的冰淇淋吗 而且开头的 对 然后我就想说冰淇淋 然后我小孩也爱吃 然后你就会想说 他都已经给你这个消息了 你不去买是不是就很夸张 就顶多再多一点点 不是 你不知道就算了嘛 你知道你就会想去买给孩子嘛 然后我就开车去了 还要开车去喔 开车去之后就 到那一家之后 你知道我又怕人家会想说 怎么你们艺人还来抢冰淇淋 我想说没关系 那我就买一些菜跟水果跟药用的 然后就买了很多之后 然后就很开心的走去找冰淇淋 绕绕绕绕绕绕绕了一圈 绕绕绕 然后那个结账的也看着我 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 那我就慢慢推给他 就在他帮我再算钱的时候 我就说 今天是不是有那个冰淇淋啊 折扣 他说 蛤 你还跑错家 他说我说不是每家都 他说没有 我们这家没有那个冰淇淋 他说你要不要到前面那一家可能有 我想说惨了 我已经买了一篮了 那就算了 就结了一千多块 然后又到另外一家 我就想说另外一家一进去 有看到冰淇淋喔 然后我想说不能让人家觉得 怎么我来做这种事情 对 然后我想说 那再买一些菜好了 然后又买一些菜 然后买了一些菜之后 到了那个冰淇淋 正要开的时候 你又空了 搶光了 就出了 那你知道很多 妈妈都在旁边 你又不能够把你刚刚买的每样东西 再推的推车再放回去 我又去结账了 然后又结了八九百块 所以我花了两千多块 没有买到冰淇淋耶 然后 但是那天做了很多菜啊 真的 做那么多菜干嘛 还加菜 太多菜了 然后我就在网路问我朋友说 为什么没有 他说 你要不要快来民生 所以你又去买了一千多块菜 没有 我后来就没有去了 年初的时候啊 我有经过一家 一家店 然后他们好像那时候就是 就是新开的 也不是新开的 但是是新做这个特价 因为他们外面 都是有写说就是 因为他们在买冬天的外套嘛 然后都是那种什么 限时五折抢购的这种 然后里面都是很多人 超多人 我从外面都看了 然后我本来就是想说 嗯 那就是可以进去看一看啊 有没有什么好看的 好看的外套啊 因为可以把衣服换一换啊 什么的 然后我就清楚了 然后里面真的就是人籍 超多人都是在那边 然后大家都是在抢抢抢抢抢 然后都烦得乱七八糟 东西都在到处都是 都是嘛 然后我就是在那边 然后看看看 然后刚好 就看到了一件外套 我觉得 诶这个感觉真的还不错啊 然后 然后就是想要 刚好要拿起来看看 然后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太太 也是拿着那种 然后就是看着我 然后就拿着 然后就回头走 然后我就是 就是就像说 我们两个同时都拿了这个外套 然后她就是 她还要把她那个 从我的手就抢走了 然后 然后我就是 我后来就离开那边 因为后来我没有再找到什么东西 可是我一直都是觉得 好可惜 我没有买到那件外套 因为觉得 真的还不错啊 然后结果我上个月 又经过那边 她们还是在县市舞者抢购 还有 还是 怎么这么久 对 可是我发现我觉得台湾好像也蛮多家 都是最好说 一直都是在拍卖 都行跳楼大拍卖 后来发现她去登记的公司名字 就叫跳楼大拍卖 对 我觉得女人天生就有抢东西的那个潜力 妳会跟人家抢东西 我很少 但是有一次 怎么可能 皓仁姐你看起来温文儒雅 怎么会 但是你知道 女人有时候 你就是一样听到别人讲 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 中山北路 有一个设计师的衣服 今天全部一折 文庆珠吗 对 那一折一定要去啊 一定要去 对不对 那我想说 总是要去嘛 你不去 感觉好像就是 她一件衣服 我都大概一万多块 一折就一千多啊 一折一千多 然后我就去中山北路那边 一开始就要排很长 然后一进去之后呢 她会先把你的包包收起来 你包包不能背进去 你要包包给她放在后面 然后就给了你一个购物袋 然后购物袋很大 然后你一进去 然后跟着一群人 慢慢排进去 我跟你讲 里面真的很可怕 你根本连试穿都不能穿 你看到那件 拿了就要往你的购物袋塞 哇 而且问题是 你就会想到说 现场很多妈妈 然后她们塞的衣服 有些都是秀 像我们做 你知道 她的衣服都会比较 比较 比较舞台的 然后有些衣服 那个礼服 小到要密 然后那个妈妈 我感觉到她根本就穿不下 可是她拼命的往她的那个购物袋 她就是先买了再说 她就先买 然后你绝对不能犹豫喔 譬如说你看到一件 你在想的时候 正要拿的时候 旁边就 对 然后就觉得 为什么这样 然后每一个都买一大袋 你想想看 一件打完一折 也要一两千 一二十件 也要一两万嘛 可是问题是那些衣服 有时候我们可能 上电视穿 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 她太华丽了 可是那些妈妈 挑了一堆 穿去哪里 很可怕 打麻将啊 不是 可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说可能那个李 那个春晚的时候可以穿啊 没有 那个李不能自己扮春晚 我是觉得有时候 在那个情绪下 你真的会被影响 对 本来都想 本来都想优雅地逛街 但是那边要搞的 就是一直在想 而且可能本来其实也只是去看看 没有真的要买什么 但是你看到所有人抢的那样 你就会想要跟我抢 而且有时候你回到家 你会发现你挑了二十件 可能只有个三四件 是你会穿到的 对 好可怕 还有一家那个宽婷啊 每次都在办那个Finovista 好可怕 我跟你讲 我真的每一年办Finovista 我都去 你去过啊 我都去 然后我每一次去 直到今年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我真的进去的时候 忽然醒了 你知道我想说我到底在干嘛 因为我每一年来都在买床单 然后我 只有一张床 我到底有多少床单 然后但是每一年你只要想到 不去就会觉得很矮油 对 因为他原价很贵 对耶 床单是还好 因为床单反正就是一定会睡得到啊 对 我也就是抱着这样的概念 所以还是去了 对 我就是曾经因为 因为很久之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有亚历山大这个运动中心 然后那时候也是我刚出社会没多久 我就很想要去运动嘛 那可是因为那时候那个业务员 他就跟我讲说 那你既然想要省钱的话 你就要买时间很长的 越长的话你当然就是 那他就跟我讲说 那现在有一个三年的 原本要十万 现在只要八万而已 然后我就想说 好像差很多耶 因为当时候两万就会觉得差很多 然后呢 我就想说可是 我才刚出社会 要拿出个八万也是很难的一件事 他就说 没关系啊 不用担心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分歧 我们只要越缴多少钱 那你就是把它缴完就可以了 然后我那时候也不宜有他 然后我说好啊好啊 这样子好像蛮OK的 就是等于是越缴而已 然后他就给我说 那你这个单子你就是 签这里签这里签这里 我就签签签签签签 然后签了就OK 那我可以去了 去不到两个月 他就倒了 倒了也就算了 我就想说 就算自己衰好了 因为就是他倒了 那我钱就不要继续缴就好了 就我就想说 为什么倒了之后 我隔个月 还是收到账单 我想说这账单哪里来的 我就去问啊 然后他就说 不好意思小姐 你这个呢是 不是雅力三大负责的 因为当初这个业务帮你办的是 你跟银行之间的小额贷款 蛤 所以根本就不是月缴多少钱 是我跟银行贷款 然后去付这个雅力三大的钱 但我完全当初 我根本不知道我有这笔小额信贷 太扯了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 我就想说那我才去两个月 我还要缴到八万块 这到底为什么 我就问 这是健身房倒归倒 可是那个是 你跟银行之间的问题 但是他的话术 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说 这是我跟银行之间的事情 他就是说你只要月缴 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那时候文件 其实刚出社会 我根本不懂 他就说本来你这里签 签 就好了 然后我就签名 签名 可是我后来我就觉得 我为什么要缴 我就不缴 结果后来就发生大事了 因为我后来要 發一些信用卡 甚至是 就是 因为我的连针整个出了问题 信用破产 对 然后我还是必须要 把这些钱再去缴回去 所以你会 后来还是乖乖把八万块吐出来 还是缴 交回去啊 可是我中间很多的钱 信用卡我都申请不过啊 那时候真的很烦耶 我 而且他那个时候一次签了那么多 谁知道签了什么 搞不好过两天 还有一个拿着黑散 拿着神主牌位的人 来要跟他结婚耶 好恐怖喔 你为什么又要把这件事情 讲成鬼故事 我是说不可以 说乱签 要看完再签 好